一般家庭的收入已经稳步的提高了。 组屋新政的居住环境也改善了。 新的组屋区比旧的组屋区来得完善,来得完美。 旧的组屋区,我们有不断提升的计划, 逐步的跟追上比较新的组屋区的水平。 而最重要的电梯翻新计划,几乎已经到新加坡每一个角落了。 甚至轮到反对党的选区的,都已经轮到他们了。 所以这个是全新加坡都能够享受到的好处。 如果这个是社会的提升,如果说个别家庭的提升, 个别家庭,你看看他们所拥有的东西。 手机,手机不用说。平板电视,冷气机,宽带上网。 这个以前都是极少数人所有的奢侈品, 今天大家都觉得是必须品了。 再举最后一个例子,许多家庭每年都出国度假。 即使在经济有问题的时候,旅游展照就是人山人海。 所以十二月间,我们很少举办重要的事情。 比如党大会。 但是我知道许多人还很关心生活费的问题。 而如果我客观地分析的话,应该说有一些生活费的确上扬了。 比如说水电,比如说电费。 不得已的,因为这个是油价起,我们电费不得不起。 坦白说,也有一些家庭已经陷入经济困境了。 议员借鉴全民的时候,我们不时就碰到这些个案。 我们通常通过各个途径帮助他们。 如我们的态度,而新加坡的情况的确是这样。 如果你愿意帮助自己,我们绝对会想办法,并且绝对有办法帮助你,再站起来。 不过如果真正客观坦白说的话,一部分所谓的生活费, 一部分人民所感觉到的压力,其实是来自人们对生活更高的期望。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,期望更高了。 以前手机是奢侈品,现在没有手机不行。 其实新加坡五万人,有六百万手机户口。 所以,从正面说,手机市场已经爆满了。 从负面说,对不起,从负面说是爆满了。 从正面说,新加坡人其实生活数字,生活水平提升了。 科技先进了,并且向前看大有潜能。 但是无论如何,大家都觉得手机是必需品。 不只我需要有,我的孩子也必须有。 因为万一他出事情怎么办。 所以手机不只是几十块钱一台手机, 而是每个月十几块钱的户口的费用。 所以生活费就起了。 所以大家就觉得压力很大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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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